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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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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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子心 你看集合大家的智慧我们还确实说出来了不少 你看这个第一排它是我们经常吃的菜 这个菜你看这个是莴笋叶 我们可能平时把莴笋吃了 把这个叶子就扔了 实际上这个莴笋叶也是有很好的钥匙两用的作用 这个是大家呼声最高的第一个喊出来的苦瓜 真苦 还有这个是野菜咯 这就是苦菜 这就是苦菜 薄薄丁 苦菊 基本上这几种都是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苦菜类 这一排就是茶类了 茶属于苦味的食物 对对对 茶实际上是我们最容易接受的食物当中的一种的苦味的 唯一的一个苦味的这种食物 那个是菊花茶 这个就是一般的绿茶 这个是苦丁茶 可能大家平时也接触过这种苦丁茶 这个是胶骨蓝茶 胶骨蓝茶 对对对 胶骨蓝茶 那个大家都认出来了 莲子芯 那也是苦的 对对对 这个是莲子芯 这一排对应的应该是一些中药 黄莲 黄莲 龙丹草 都够苦的说的 我现在手指根都发麻了 你想尝尝黄莲 黄莲什么味吗 我还真想尝尝 老说黄莲苦 你就试试 它到底有多苦 我就轻轻地舔它一下 我看能有多苦 哇 苦吗 这舌头往上面一舔 当时的舌头就木了 就麻了 哎呦 再给您尝尝这个 龙丹草谁苦 您比较一下 您拿一根就尝 哎呦 苦的都没知觉了 你看这有多苦 辛苦您了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味道 咱们不吃 干嘛要吃苦的呀 那我们还是要取它的功效 对不对 那它有什么功效呢 来看第一个问题 那出现哪一种情况 就适宜用苦味来调养了呢 是心烦易怒 大便吸糖 还是失眠多梦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反正就这苦吧 我原来听说过就是苦入这个心 能去点心火 那这个失眠多梦就跟心里头造的话 有火差不多 那咱们看看大家的意见 到底什么时候该吃苦啊 大家觉得是 调理大便吗 那我们得看看了 是不是中医也这样认为呢 当您出现了 这里是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得看看了 是不是中医也这样认为呢 当您出现了 心烦易怒啊 你想吃点 我不 为什么心烦易怒要吃苦呢 苦味入五脏 苦味是专门入心的 所以呢 这个心当心火慷盛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用苦味药来进行清火 上火的反应很多呀 主体的表现是心烦易怒 然后呢 有时候是口舌生疮 你比如说后肩上长疮了 这个心火射了还可以表现为皮肤疮庸 皮肤长疮 长疊子了 这个时候上心火 您推荐吃点哪个苦啊 落点黄莲泡茶 实际上很多这种苦寒的药 它都有清清清清火的作用 我们有时候给它做一个分类呢 是什么呢 根据它主流的 但是这里边呢 实际上是有相互交叉性 可能如果是作为厨房比较好的 就是炒质子 就那个质子啊 炒质子 对对对 这是炒质过的 这个是中医厨房的一个非常好的药 上寒论里边有一个厨房的一个药队 是反复用 只要是心烦就会用它 叫做质子齿汤 就是炒质子和蛋豆齿 这两个合起来的 事实上呢 我们不用蛋豆齿 我们光用这个炒质子 这个来煎水 也有很好的厨房的作用 提前已经泡好了两杯 拿上来给大家品尝品尝 谁感觉现在心烦意怒脱脾气暴躁 有没有 好像你说到苦的话 大家都不太敢喝了是吗 我说我说我说 我来尝一下 我们的导演多体贴心心啊 特意放了冰糖在里边 这个每次如果我们要想泡的话 放多少比较合适 这个食药炒质子没那么苦 相当来讲 它和黄莲黄柏的龙胆草的 苦深的那种苦是没法比的 稍微有点苦味 但是它出盘的作用非常好 像我们导演 就是里边给加烤点冰糖 它的苦味就很小了 所以像这个你可以拿上两三克 就是这样一小抓 对对对 一小抓给泡水 就是出盘的作用就非常好 你觉得能接受吗 黑妹 能接受啊 能接受 还好吗 这苦味 还好 真的还好 别扛着 我真没扛着 我真没真的还好 有苦就得说出来 别一个人扛着 真的 还可以 主要联系刚才吃的黄莲 给那个文丹草看苦了 太苦了 我估计 那个实在太苦了 那这个炒质子 那个我估计它这会儿 嘴里面苦了都去不掉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 脾气容易暴躁的朋友们 是比较适合喝这个炒质子茶的 那我们说了 其实各种各样 这个上火的反应 在我们身体当中会经常地出现 而且每次出现的地儿 还不太相同 那我们这样 我们把小明请上台来 现在咱们看到啊 这会儿小明的火挺大的 都哪有火呢 您看 一个是眼睛红了 另外呢 嘴里边长口窗了 另外呢 嗓子呀 也是红肿发炎了 而且我们看到皮肤上 您看脸上啊 胸上啊 这块都长了红疹子了 这会儿咱就得灭灭火了呀 来 辛苦两位哈 代表着观众 那我们看看有很多的小灭火器 每个灭火器上呢 都有一个不同的苦味的食材 咱们得灭对了啊 眼睛的这个红肿了 眼睛红肿了 我觉得菊花吧 菊花 菊花好像有这个 明目的作用吧 好 那第一个灭火器就是菊花 再往下说这个长口窗了 挺疼的 说话吃饭喝水都受影响了 怎么办呢 连续你挑一挑 我想这个选菊花呢 这个菊花选了 万能的菊花 嗓子呢 肿了 发炎了 来点菊花 你还菊花啊 我没菊花 你一集到底了是吗 菊花 连子欣不是那么回事 行 暂时先放在这 那要是长了小红疹子 脸上啊 还有身上啊 都有红疹子 你看怎么办 那个吃点苦瓜什么的那个 苦瓜 苦菜 菊菊 菊粉印 我觉得应该是蒲公英 蒲公英放在这 这是两位挑选出来能够现在帮小明灭火的一些苦味的食材 大家觉得靠谱不靠谱 能把这火灭下来吗 能降火吗 可以的 好 辛苦两位 请苏月讲到台前来 我们说了实际上这个苦寒的清热解毒药 它的功效呢 有很大的一些交叉 但是呢 它也有各自的倾向性 也就更擅长做什么 比如说菊花 刚才这个黑妹选的是对的 更善于清干热明目 眼睛红肿 对对对 我们眼睛红肿 眼睛红翅 这个睫毛炎 或者甚至脉力肿 我们都可以选这个菊花 来清干热明目 因为它清干热 所以中耳炎 这个什么胆筋过耳部 所以肝胆之热都可以用菊花来清 中耳炎也是可以的 黑妹选对了 黑妹选对了 太好 那咱们再看看这会儿 小明口舌生疮了 口舌生疮呢 莲子芯相对而言 清新火的作用比较好 这个它选新 这个莲子芯是对的 再往下说就是嗓子疼了 嗓子疼呢 可以用苦瓜 可以用苦瓜清 咽喉这个地方 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是肺活 苦瓜呢 它除了清胃活之外 它也可以清肺活 所以呢 像咽喉肿痛 用苦瓜是可以的 也就它们都有一定的交叉性 没有这么绝对 现在如果要是火比较大 你看 各地都开始长截子呀 长一些红疹子了 这会儿怎么办呢 这里边所有的新火药里边 普工英实际上是对窗类的 是最好的 它也是和莲窍一样 都是属于专门制窗的 这个窗呢 实际上人体各部的窗庸 它都可以治 当然这个普工英这种清活 也是从上到下 人体各部 就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 发炎了 嗓子发炎呀 乳腺发炎了 蓝尾炎了等等 这些它实际上都可以用普工英来清 普工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什么烧桃伤了以后这个局部的这种红痛糜烂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普工英给它揉烂了以后 挤汁给它浮到这个地方 就会好得很快 相当于是去掉了热毒啊 对对对 像鲁腺炎 鲁腺炎也是 那么如果是表现为外部很红肿的这种情况 也可以起了汁以后给它外附 都是可以的 好 谢谢何院长 请先来坐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道食材 苦瓜 应该说这个是我们夏天吃的最多的一道苦菜了 连续你爱吃不 太苦了 你说你凉拌吧 一炒了吃吧 反正不好吃 我爱吃你凉拌 你就蘸点那个肉炸酱 但是这个 就没想到这晚上也有那么好的中药效果 苦瓜它的药性作用啊 叫做轻则苦寒 敌热 明目 清新 也就是说啊 它这个除热的作用 明目的作用 清新的作用 那么都有 熟则色赤 味干性平 也就到了这个老了之后 老苦瓜就这个不寒了 是一个平性的嘛 可以养血 可以滋干 可以这个润脾 可以补肾 也就是这个嫩苦瓜可以清火 老苦瓜可以什么 补五萨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胃火 熄火 还有干热 实际上都可以用 这个嗓子疼了 这个口气重了 大便干了 或者脸上长错疮了 都可以用 还有呢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早期是表现为 阴虚内热的这种情况 也是可以用苦瓜来治疗的 这个鲜苦瓜可以 五十到一百克做菜吃 每天一次 当然这个每天一次 大家要把握好度 你吃上它半个月 就停上一段时间 不要连续这个一吃撒月 一吃半年 这样的话也会吃出毛病来 那就是也不能天天吃 对对对 也不能天天吃 虽然苦瓜有这样 聚火的功效 但是吃起来呢 口感稍微差了一些 没关系 咱们今天呢 不是请到了大厨江波吗 我们看看 可能平常啊 不太爱吃的这个苦味的苦瓜 看看有什么新的作法 有请两位 好的 小鸡 江波老师 今天教给我们什么呢 今天我觉得别老是用什么豆豉 鸡蛋 尖椒配这苦瓜 推速了 夏天咱们还要补充咱们人体优质的蛋白质 叫做排骨包苦瓜 排骨包苦瓜 那这个苦瓜不会让这个排骨变得也苦了吗 不会的呀 苦瓜的选择呢 最好选择什么呢 就是如果您喜欢吃苦 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苦瓜这个表皮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褶皱的像小豆豆的褶 褶疙瘩 那它越小越紧实越多的苦瓜 苦味就越足 明白了 就是选就是看表面的这个疙瘩 对 第二点呢 这个苦瓜的颜色呀 深绿色的相对来说比较嫩 如果一旦苦瓜的颜色呢 发浅发白了 说明苦瓜就长老了 咱们要选择稍微嫩一点的苦瓜 对 那点的苦瓜 好 那怎么样 怎么做呢这道菜 我先把咱们这个汤呢 先把它做开 好吗 咱们怎么炖的这个排骨汤呢 其实我跟大家说 现在市面上买到的排骨分为两类 一类叫纯排 一类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半扇排骨 我跟您不一样 我不愿意买这两样 那您买什么 鲜味不足 还价格特别的贵 那什么又便宜又好呢 腔骨 也就是排骨上面这块脊椎骨最好 咱们买来这个新鲜的腔骨 要放在咱们的冷水当中进行浸泡 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 要泡三个小时 这是为什么呢 对呀 因为它里边的血水比较多呀 咱们一定要让它呢 稀释到咱们的这个水中 把排骨捞出来 放到锅里头 把这血水烧开了 撇去浮沫 这里边的优质的血红蛋白 基本上27%左右都溶解这汤里头了 那就很鲜啊 很鲜了 再然后把这腔骨分拨分批地放在里边 随煮呢 随撇末 随撇末 直至这个腔骨完全煮熟了之后 咱们再加上葱 姜 放在锅里边 然后搁上呢一个大料 半块桂皮 就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香味的 对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您看见没有啊 就如同现在咱们这状态了 咱们要敞开锅盖 点上少许的料酒 烧上它二三十分钟 这个时候盖上盖 盖小火 炖它多长时间呢 三十分钟左右 总共就是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盖上锅盖 别理它 至少焖上它半个小时 您再把这腔骨捞出来 水嫩了 明白了 就是您说的 腔骨不如一闷 不如一闷 咱们在这个焖制排骨的过程当中 您就可以准备好苦瓜了 把这苦瓜呢 切成呢四半 然后呢 把它切成这个小寸段 把中间的瓶去掉 然后你要是怕苦的话 把这苦瓜放在热水当中一抄 然后一过凉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看出来了 那如果我想让这个苦瓜 吸收这个龙骨的鲜味 可不可以跟着排骨龙骨一块炖呢 可以 所以呢 咱们在炖煮的后 二十分钟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苦瓜放在锅里了 同时炖煮了 我感觉您这个炖的这个过程 一直都没说放盐的事呢 这不要味道就这么喝吗 咱们一开始是不可以割盐的 为什么呢 这一开始割盐 一个摄取的盐过多容易 第二点呢 咱们的肉质 里边的蛋白质遇到盐 就成半凝固状态了 所以吃起来的肉啊 特别的柴 好香啊 太香了 咱们就可以调味了 苦瓜呢也比较寒凉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要先割一点胡椒粉 然后呢 咱们来上少许的盐 白糖跟盐的比例呢 一比一 咱们呢 来上这个 如果您要是不喜欢吃什么味精了 就别割 好吧 咱们少来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撇撇末 咱们这就算好了 咱们如果在家有时间的话 我见您是这么炖煮 没有时间的话呢 咱们可以隔水蒸 或者呢 您用您家的 咱们所说的这个电饭包 把这个香骨焯好了之后呢 放在里边 这个时候呢 摁上煮粥的这档 慢慢慢慢还有这个保温 回来再割这苦瓜 然后咱们把它盛出来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好香啊 太香了 我还先尝尝这块肉吧 把这个苦瓜拿来压皱 肉很鲜美啊 是吧 完全吃不到苦瓜的苦瓜 好吃 尝尝啊 其实我特别担心这个苦瓜太苦了 是吧 您可以尝一尝 这个很鲜啊 对 它能够吸收这个肉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没有那个特别苦涩的感觉 关键是您这个苦味过后 还有肉的本身的这个回甜的鲜味 那咱们让大家赶紧尝尝吧 好 来 谢谢姜波老师 别客气 我带给观众们尝一尝 好 好 谢谢 来 小季 好 谢谢何博士 你已经替我们品尝完了 我们现在要尝一尝了 到底好不好吃 来 对 一人一碗 我这来一肉多的嘛 我分享给我们这边的观众 有一点点苦味 但是很 很那个 很香 很鲜 苦瓜已经吸收了肉的香味了 对 就变得没有那么苦了 其实您看刚才咱们不是给大家 推荐那么多的一些苦味的食材吗 其中有一个就是茶 咱们中国人真的是太爱茶了 而且茶有很多 有益于我们身体的营养物质是吗 红茶呢 基本上就是偏于温的 暖脾味的功能是比较好的 绿茶偏清火 除了清火之外 还可以降血脂 降血糖 降血压 这些作用都有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较平性的乌龙茶 相对而言呢 它的这个含日之性啊 不是特别明显 偏于平性 那所以要吃苦味 尤其是喝苦茶 恐怕也要选择一些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您觉得哪一种茶 尤其不宜长期喝呢 是苦丁茶 角古兰茶 还是莲心茶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我选那个角古兰 为什么 因为苦丁啊 和莲心茶 就是 它都是偏那个食啊 偏食材一点 角古兰是偏药材一点 你要是降 血压高的时候 喝点角古兰呢 可能能降点血压 降点血脂什么的 你要老喝老喝呢 它要降下来了呢 你再喝点血压低了就 我这也是 马上该入夏天了 我就苦丁 莲子芯 每样买半斤 就打算天天都喝点 莲子芯去的心火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判断了 什么茶不宜长期喝 因为太寒凉了 是苦丁茶 那是不是苦丁茶 太寒凉了 就不能够长期喝呢 我们看 专家告诉您 不宜长期喝的是 莲心茶 那咱们比较一下 还是被天天喝的 对 严格来说 都不可以 太长期地坚持喝 是要任何一种 长期喝 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虽然最后 选了莲子芯了 但是这里面 就是因为莲子芯 是最苦寒的 它的清的作用非常强 就是清火的作用 苦寒的 对对对 苦寒的作用特别强 大苦寒的 我们为什么说 不能让大家长期喝呢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在古代 主要是给什么人喝吗 两种人 你们俩猜一猜 古代主要是什么人 喝这种东西 什么人喝 黄山 不是 对 黄山心火 肯定特别大 对 太老了 太老了 这挨得着吗 请问 这个莲子芯呢 在古代 实际上主要是给两种人 一个是寺庙里的僧仪 就是这个和尚和尼顾 静心 对 和尚和尼顾 就是为了让她去育 让她寡心去育 能够这个静下来 这个让令温清静 另外一种呢 是什么呢 过去婆婆给寡居的儿媳妇喝的 就是手把的儿媳妇 过去死了丈夫 然后呢 是不允许改嫁的 不允许改嫁怎么办 就是怕她这个出轨啊 或者是这个有非分之想 所以呢 一般就让这个寡居的儿媳妇 喝这个莲子芯茶 因为喝了以后清新去育 实际上这个伤肾羊的作用 是非常强 也就是说喝了这个 这个要是喝上一段 基本上就没什么想法了 人家还准备天天喝买半斤 莲子芯一般都是什么 三到五克的量 所以呢 你就不能用的 一个第一个是量不要大 第二个呢 不要什么呀 这个长期喝 你最多喝上两三天 把火去下来就算了 您的半斤可以分给我们 全场的观众了 好多旅游区啊 是有卖专门卖帘子芯的 它往往会把这个作用呢 夸大 就是告诉你 哎呀 这个这好作用 那好作用 但是呢 它负面作用 有可能他们不知道 也有可能知道 但是他不说 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五位是又能够治疗病的 又可以导致病的 但以前光说治疗的作用了 就没有太提导致的 这个疾病 是什么 除了莲子芯不能常喝 就是像苦丁茶 苦丁茶 角古兰茶 甚至绿茶 我们都不要喝得太多 因为它全都是苦寒之性 特别是这里边呢 一个寒性的一个排队 这个莲子芯是第一位的 然后苦丁茶就是第二位的 这个角古兰茶就是第三位 然后就是绿茶 是第四位 可能也正是因为茶 它本身就兼具一定的药性 而且很强 所以要是长期大量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给我们身体 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可是如果呀 我们把少量的这个茶来入菜 或者是入点心的话呢 我相信那劲儿就没那么大了 那我们看看 如果你想把这个茶 变一个口味来吃的话 有什么新的做法呢 邀请大师江波和何家博士 好的 小晋 江波老师 这个茶做的甜品我吃过 抹茶蛋糕啊 抹茶这个布丁啊 我都很喜欢吃 很复杂 我自己没法做 是吧 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 不瞒您说 今天我就教您用最简单 最便捷的方式 咱们做一个抹茶蛋糕 首先呢 面粉 蜂蜜 白糖 鸡蛋 咱们提前呢 把咱们这个抹茶呢 用清水啊进行浸泡 化开 化开它 然后呢 咱们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呢 就是咱们经常使用的泡打粉 泡打粉 主要的目的是把它发起来 发起来 那么咱们首先第一步呢 咱们呢 就可以呢 把咱们的鸡蛋先放在里边 您来打 然后我呢 怎么样呢 我准备 哎 您看见没有啊 我把这个绿茶里边的这个汁液 哦 就直接用这个抹茶 对 然后来和这个面 对 好嘞 咱们把它呢 调成了面糊 那您在调这个面糊的时候呢 我来准备这个蛋糕的模子 好 那我把这蒸锅打着了 好嘞 调这个蛋糕的这个面糊啊 它这个水分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呢 大概呢 咱们呢 就是一斤的面粉里边 搁上呢 二两的抹茶 七两的鸡蛋 然后搁上它呢 七两的糖 哎 这就可以了 咱们朝一个方向 把它打匀 好 这个模具上呢 都要把它弄上油 对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加上少许的蜂蜜 这样吃起来呢 不太椰人 香甜感的又非常的浓郁 少加一点点盐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让它里边的这个面筋呢 对网络呢 形成得更紧密一些 到时候启发力也好 哎 少来一些盐 千万不要让人吃出咸味来 哎 搅匀式了 如果怕椰人的话呢 要少来一些植物油 千万不宜过多 哎 少来一些植物油 放在里边 您看这面糊也调好了 嗯 还是比较有劲儿的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 把咱们准备好的泡打粉 最后再下泡打粉 对 泡打粉不宜过多 那这个泡打粉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呢 一斤面呢 别超过20克4000 好 绿色特别漂亮 咱们把这个泡打粉搅匀了之后 多打一打 嗯 这时候您发现它了 启发了 嗯 好像有一些小气泡的感觉 对 那么在使用泡打粉的过程当中呢 最好买那个 不含千缕的泡打粉 这样呢 对咱们的身体健康 非常的有好处 那我记得咱们 很多这个蛋糕制作的时候 都要加这个黄油啊 什么这些很多的油 嗯 您这个不用吗 这个如果您要喜欢吃黄油的话 可以搁一些 但是这个量呢 咱们一斤的面呢 不要超过呢 咱们的一两 咱们醒至一小会儿 嗯 这个时候您就 可以上手往里快了 好 我来吧 八成满就可以了 好的 哎 这个稀抽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嗯 看得出来了 是 轻轻的呢 磕一磕咱们这个小盘子 让它表面呢平 哎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放上蒸锅了 咱们这个蒸锅呢 蒸的呢 可能不会太多 那这个蒸要蒸多长时间呢 江孟老师 咱们这个呢 旺火足气 咱们放到蒸锅里头 蒸制它呢 时间呢 如果很薄的话 像咱们这个 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您家里头使的是咱们的小碗 那么时间要略长一些 蒸呢 八到十分钟 对 咱们还可以做一些小点缀 您比如说 我可以在中间呢 加上您喜欢吃的一些小果料啊 还可以放上一些 加点小果汁 对 小果汁 咱们今天呢 或者芝麻 咱们点上一点小黑芝麻 不错 不易多 就行行点点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三五分钟 我们来看一看 那您能不能想象锅里的咱们这个 抹茶蛋糕是什么样子的 那不就是像平常的这个蛋糕 就是小小的一块 这个像杯子蛋糕一样 是吧 那咱们赶紧揭开锅看看 一定的是先揭锅后干活 那么防止这个水分 打在咱们这个抹茶蛋糕上面 这样它的麦香就不好看了 您看一看 大家快看看 这个抹茶蛋糕 它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是吧 来来来 给大家比较一下 蒸之前和蒸之后 我用一个勺 给大家颠一点 大家看一看这个质感 非常的柔软 而且闻起来是这个抹茶的香味 非常的浓 很不错 我来尝一尝 松松软软的 能够吃到这个抹茶的香味 可以让大家看看 淡淡的一点苦味 大家看一看 非常的松软 很不错 而且还可以清新去火 对 谢谢江波老师 好 谢谢两位 那咱们反复地强调 这个食物如果吃得太多 尤其是不太适合您的体质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引起一些小毛病 那我们得看 如果吃苦吃太多了 会有什么问题 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过时骨味 最易导致哪一种问题呢 您觉得是不爱吃饭了 还是心计 或者是胃胀 不光艳食就有点艳势 你半斤 轻生寡欲 你半斤茶闹 对什么都看淡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 很懂你 好 我同意 艳势的意见 艳食 艳势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呢 所以导致的是什么问题 是胃胀吗 还有观众会觉得 有胃胀的感觉 那我们得来看一看了 是心计的这些朋友们 又只不过在少数人身 对 就更在少吃苦味了 这怎么还会引起心计呢 没太明白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 谈那个不同的味道 入不同的脏 可能大家应该是记住了 就是苦味是专门入心的 所以呢这个苦味 如果是苦含太过的话 它首先伤的是心痒 也就是说它可能伤胃 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它直接伤的就是心脏的阳气 大家可能会有体会 如果是你喝多了 对对对 可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心慌 这就是伤心痒的一个结果 就是味过于苦 心气喘满 色黑 肾气不衡 苦它是入心 所以呢这个船就是什么呀 就是和猫船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跳得很厉害 满呢就是闷 心里满就是闷 就是心济胸闷 色黑是由于它什么呢 进一步在伤肾了 伤肾会有什么呀 面色离黑表现出来 后面这个解释是肌理 就是由于肾气也外泄了 肾阳也外泄 所以呢就和刚才给大家讲的一样 这个莲子羞喝多了 实际上最终是伤肾阳的 像这种血寒体质啊 苦瓜呀 苦菜呀 这个苦绝呀 这个绿茶呀 这些都不要这个吃和喝 再一个呢就是由于它太寒 所以呢经期的女性 我们都不用 我的一个小病人就是这样 刚十六岁 有一次就来着看必经 月经就停了 必经停了 这个再问原因是什么 就是在这之前 十二岁半来月经 一直到十五岁 一直月经非常正常 后来呢就是因为青春期嘛 长青春痘 脸上的包比比较多 她妈听说这个苦瓜可以这个清火 可以这个去豆 可以支窗 然后呢就是每天晚上 给一小盘苦瓜 每天晚上一小盘苦瓜 这样吃了半年 一直给吃了半年 豆倒是没有了 但是月经就没有了 月经就停经了 所以这个吃苦也要 也要注意不要过度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有骨骼病的 关节病的 这般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都是风寒 风寒之血侵入人体 也是属于寒性的 另外呢就是低血压 低血糖 因为它有这个很多苦味的这种食物 都有降血糖的这种作用 也有伤气的这种作用 所以呢这个低血压患者 我们也不主张用这种 这个苦味的这种食物 然后就是儿童和孕妇 那您看咱们说到这些食材 在这个选择的方面 咱们都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些苦寒的中药啊 用起来劲就更大了 就更得格外小心了 对了 中医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苦寒药 就和现代医学的抗生素 它是类似的 就是所以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抗生素不能老用 你用了以后 你口服了以后 你会觉得胃寒 对吧 这个会出现胃的这种刺激症状 同样中药 这种这种口服的这种清热解毒药 也是不能常用的 既要用到它的药性 但是呢又不能用它的药性伤害到我们 这恐怕得好好地考虑一下了 那您觉得以下哪一种药物 治疗便秘 损伤是最小的呢 是 大黄 番茄叶 还是芒香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听这名啊 大黄这玩意就够肾的 我倒觉得这个番茄叶 应该是小的 因为刚才我舔了一下 这是什么药物 黄莲 这黄莲都那么苦 这黄莲是老三 小黄 小黄 小孩大黄 它哥哥更苦的 我也选番茄叶吧 因为就是我在我们剧组里头 然后有一个演员 然后呢 他就老用 他好像就是便秘嘛 然后他就老用番茄叶 他就好像已经到了依赖的程度 他哪天那番茄叶喝完了 他今天下顿没接上那番茄叶 他就觉得不行 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他还托我出去买过呢 我觉得他如果说 他这样一直吃的话 然后那我就觉得可能 那是对质便秘损伤最小的吧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呢 哪个相对 服用起来安全一些 是大黄还是芒箫 那我们再来辨别一下了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告诉大家 也是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再来辨别一下了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告诉大家 便秘 下火损伤还小的就是大黄 哎呦 我们的观众们好厉害呀 再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观众们 这也还真像在大多数手里 这怎么选出来的呀 要我我也会选番茄叶 那大黄劲儿不是特别大吗 大黄向来有什么呢 要中将军的这种称谓 清代有个一家叫张山雷 他在《本草正义》里面 对他有个评价 说他迅速擅走 直地下交 深入血分 叫做无坚不破 当地机构 有离听扫穴之功 无坚不破当地机构 一个是指的什么呢 胃肠机制 也就是大肠热结出现的便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什么 有什么呀 活血化瘀 这个破除那些什么 经络输血的各个部位的那种 瘀血的这种作用 他虽然力量非常大 但是呢 他又不伤人 我们现在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叫做推陈出新 我把这个机制给他当地完了之后 我还有一个什么 促进他的人体的什么呀 新陈代谢 促进人体汽血的一种新生 有这种作用 那既然他用起来相对安全一些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用它呢 来缓解便秘呀 如果是老年性习惯性便秘 他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单用生大黄盐粉 一般一天一到两克就可以 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 人到了一定年龄 五六十岁之后 大部分人都有血液循环的持质 临床出现这个偏胎呀 这种症状不一定有 口眼歪斜了 或者是冠心病症状不一定有 但是呢 它实际上这个早期的这种 小的这种血脉循环的障碍 它都存在了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来保健呢 我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作为老年人 我就是用生大黄和三七配合起来 一般是什么 一克生大黄 两克三七粉合起来 然后呢混到一块 一天三克 生大黄是偏于什么 当地机构的 推陈初心的 就是降血脂啊 通便啊 这种作用非常强 而三七呢 是偏于补气的 它两个又都有 活血化育的作用 也就是大黄也有 三七也有 一个补一个蟹 像中国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一个皇帝 就是这个乾隆皇帝 还有一个保健丸 叫做青宁丸 青宁丸的主要成分 就是大黄和三七 那所以就是上了年纪之后 有便秘的问题 包括想调一调 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 都是可以按照您这个小经验方来调补的 血脂膏 胆部吞膏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今天咱们又学习了 各种各样苦味的食材 怎么样帮助 我母亲自你会继续的心地 请不吝点赞 这条